李柏彭教採訪 特朗蔡, 原來在官司很驚訝 大肥瀚天下 昨天還沒落實 今晚還未落實 一人不開口說什麼 昨天就特意把我自己的事 都當作一人不開口說 那麼很多人不同意罵 罵也好 我說我自己相信的東西 沒有強迫你們來看 也不需要問你們意見 你覺得我說得不錯的話 給個讚 你覺得我不好的話 你有權不來看 但是你就不能夠否定我的努力 因為我的努力是為我自己這個人負責的 現在《友善新聞》最新公佈 現在中共的疫情持續 其中北京感染率已經超過了八成 而廣州發燒求診個案逐步回落 當局相信高峰期已經過 疫情會在農曆新年前進入尾聲 就是說這一波的疫情 中國已經開始回落了 就是應該感染的人都感染 這個從來沒有一個先例做到的 就是中共它短短用了三個禮拜的時候 它令到奧米克龍的傳播率的爆發 等於過去全球的疫症感染的人數 就是說你八億已經超過了所有所有 全世界感染病毒的人的總和 厲害 那麼這一次的元旦 你見到上海廣州已經全部這樣 很希望年輕人走出來 而更加說北京感染率可能已經超過八成二四川疾痛中心 在十五萬名受訪者中有超過六十三個巴仙的人確診 另外有二十八個巴仙的人就出現發燒或者咳嗽等症狀 不過當局表示目前確診數字已處於回落階段 廣州市衛健委說 經過一個星期高位的平台旗後 發燒悶診的患者也開始回落 從最高峰的五六萬人下降至1.9萬人次 預計在農曆新年前 本輪的疫情進入尾聲 其實當越來越多人感染的時候 重症就會出現 即是說你的感染率越高 開始回落的時候 就是重症最高的時候 現在中國最新 就是他自己打一條數出來 就是一百個人中病毒 其中有三點 就是三個人左右 就是重症 而死亡率有多高 這個真的不知道 但是也因為一種粗放性的開放 沒有做任何的防疫措施 令到這個疫症 尤其是冬天 特別活躍的時候 人的抵抗力下降的時候 他的傳播率 從未試過有歷史上的病毒感染 當然變種的病毒出現了 但是實際上看不到 就是到現在 還未發現到任何變成了世紀病毒 即是說他雖然變種 但是他的傳播率快 但是沒有變成了一種極惡的病毒 這個習近平他倒贏了 當然你問我 香港怎樣 香港人小心點 一月八日 起碼看到過年 看看大量的中國人下來香港 香港會變成怎樣 守著自己 雖然現在所有的數字 那你說你送中共 不是 因為現在對於中國的疫情 即使你不公佈數據 全世界 包括衛健委 他們用各種的途徑 用各種的模範 在計算你的感染率 和你的病毒變種 雖然已經奧米克龍面目全非 但是世紀病毒並沒有出現 這個也可能就是因為習近平 他倒贏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過完這一波 接著二月 三月 跟預計一樣 第三波 第四波 第五波 去到三月 這個病毒 在中國就會全面這樣 群體感染 而經濟上 因為群體感染已經完成了 你開放的話 經濟不多不少 都會有多少起色 這個就是習近平倒這一波 我經常聽我做節目 我近這四年都說 習近平就是倒仔性格 他每一次在國際上高 在中國上高 他都沒輸過 他真真正正倒輸了的 就是中美貿易戰的特朗普 真真正正倒輸的 就是突然間開放 動態清明 令到美國人和中國人 甚至世界上很多的政權 對習近平的不信任 但是在這個疫情裏面 他這一種粗獷式 為經濟續命 他倒贏了 節目做到這裏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比賽人 代表我天哪 所以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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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